20年前,他作为国足选手,在韩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成功出现。 20年后,他成功转型为国足主教练,率领中国队取得了20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的优异成绩。 他曾两次入选中国足球最佳阵容,更荣获中国足球金球奖中国足球先生称号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等多项输入。 1977年5月18日,他出生于辽宁省美丽的城市沈阳,是一个地道的东北小伙,幼年时期的他又矮又瘦,与同龄人相比要矮上一个头。 不过,这样的离铁却有着十分卓越的运动天赋。 他8岁这年,学校正举行运动会,他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很多人望尘莫及的1500米长跑。 比赛开始之前,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子在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发生了,在1500米最后冲刺阶段,小个子离铁竟然率先抵达终点。 恰逢学校计划组建一支小足球队,在运动会上表现出色的离铁很快便被选上,他从此对足球这项运动爱不释手起来。 后来,在校足球队表现优异的他,又顺理成章地被选入辽宁少年队,师承张尹教练。 经过专业训练后,他的足球技能突飞猛进。 1992年,李铁因惊人的天赋加入了辽宁青年队。 李铁参加完中考后,很快就回足球队报道,当时一名后卫队员不幸受伤,教练便将私职前卫的他临时调整到后卫区。 1993年,即将远赴巴西留学的建立宝队在全国挑选优秀的队员。 当时国内技术高超的后卫队员寥寥无几,因此李铁凭借着出类拔萃的脚法和意识,成功入选,并且被任命为队长一职。 1997年1月,时任国家足球队教练的欺务生慧眼石英,将学有所成的李铁召回国,私职国家队后腰,紧接着就投入到了第16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集训当中。 令人惋惜的是,这支球队在大赛面前的经验十分匮乏,因此并没出现。 1998年,回到辽宁队的李铁,开始大显身手,率领球队一举拿下甲壁联赛亚军及足血杯亚军。 1999年,李铁因赛场上傲人的战绩被选入奥运国家队,参加悉尼奥运足球外围赛,同年又为他效力的辽宁队将超霸杯冠军及甲壁联赛亚军收入当中。 2001年,他再次响应国家队的号召,参加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和石墙赛。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国足终于实现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夙愿。 国足出现了,消息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全国人民都为之喝彩。 国家体育总局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亲自为李铁颁发国家体育运动一击奖章。 同年,李铁荣获中国足球先生与甲壁联赛最佳球员奖项,在举世瞩目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他因在绿音场上夺人眼球的表现, 而受到英超球会埃福顿足球俱乐部的青睐,很快便向李铁抛来橄榄枝,他开始在英超赛场上大展拳脚。 2002-2003赛季,私职中场的李铁凭借着不懈的跑动,充沛的体能和凶狠的逼强,十分受埃福顿主帅莫耶斯的器重, 他的除此赛季出场次数高达33次,其中联赛出场29次,李铁因此成了当时众多中国流洋球员之中的榜样人物。 然而很遗憾的是,没多久,李铁由于在绿音场上和对手激烈拼抢,不胜骨折,这让他养了两年伤,无法再为埃福顿俱乐部效力。 2005年,李铁以任意球员身份转会至谢菲尔德莲。 2007年7月,李铁再次回归由朱广乎执教的国家男族队和往昔的中国队伙伴们一起奔赴第14届印马太越亚洲杯。 遗憾的是,这时的国家男族并没有续写辉煌,止步于小组赛。 2008年1月,李铁加盟成都谢菲连,并在本赛季中打入了首例中超联赛进球。 2009年在赛季结束后,他以自由身份加盟了中甲辽宁红运队,同时兼任助力教练,跟着队友们成功冲击中国超级联赛。 2010年10月23日,李铁在一次国内联赛中不慎伤到右腿,导致右腿禁骨,肥骨两处骨折。 从重伤以来,他就协助当时辽宁队的主帅马林管理球队。 2012年年初,李铁在跟随全队进行注册时,他还是身兼队员和教练的双重身份。 同年,他开始担任广州恒大队的助力教练,率领球队当年荣获中超冠军,四年获亚冠军。 2014年5月,中国男足国家队赏识他的能力,再次将他招入辅佐当时的主帅佩兰。 2015年8月18日,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将李铁任命为球队主教练。 2016年10月,李铁随李皮团队进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他被任命为助力教练一职。 2017年3月23日,他和李皮共同前往长沙,在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在主场迎战韩国队以1比0的比分赢得了胜利。 在2018中甲颁奖典礼上,李铁凭借其优异的成绩荣获2018赛季中甲最佳教练奖。 2019年10月31日,中国足协将李铁任命为主教练,率国家男足队参加在韩国举办的东亚杯。 最终拿下几句。 2021年5月30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给组赛事重启。 由李铁挂帅出征的国足在首场比赛中就大获全胜,中国队以7比0的大比分碾压关岛队。 这是他自执教国家队以来,在中国球迷面前第一次公开比赛,便迎来了开门户。 让亿万中国球迷惊呼,李铁为国足带来了希望。 20年前,国足在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上出现。 20年后,他再次站在了这个舞台上,作为国足主帅,带领队员们为国争光。 6月8日,中国队面临的对手是菲律宾队。 国足球员们秉承上场比赛的优异表现,稳扎稳打,以2比0的比分取得了胜利。 6月12日,中国队迎来了与马尔代夫队的对决,最终以5比0的成绩将对手打败。 6月16日,中国队对阵强敌叙利亚队,双方队员在绿音场上进行敖战。 最终还是国足选手技高一筹,以3比1取得了胜利。 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上,国足势如破竹,以4连胜的姿态挺进12强,更将中国队的排名直接上升到亚洲第9名的位置。 国足选手们并没有因为取得小阶段的胜利而骄傲自满,在主帅李铁的带领下,已经开始了新的训练。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将于2021年9月打响,虽然接下来国足将面临更多的强敌,但相信中国队在李铁主帅的带领下,一定能继续保持联营四场的气势,再一次带给国内球迷惊喜。 为国人争光,为国家争光,正在观看视频的你认为,国足在基深20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后,会再次重现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国足出现那时举国欢腾的场景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各书己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为我点赞并转发,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